一阵阵惨厉的声音传来 在野外的一片草地上发现了声音的来源 一条刚出生的小奶狗正趴在麻袋上面哭叫着 可怜的小家伙 眼睛还没有睁开 却被人遗弃在荒野之中 这一定是人为的悲剧 这里不只有一条小狗 在麻袋旁边还有一条 他兄弟俩奋力从麻袋中钻出了 大声哭叫 吸引了我的注意 而在麻袋里面 更有让人触目惊心的真相 里面不停地挪动着 扒开麻袋往里一看 里面还有许多活着的小生命 被人装进麻袋里 一气荒野 幸好麻袋口没有扎紧 小奶狗还能够呼吸 才没有被闷死 两只胆大的小狗 已经从麻袋里钻出来寻找妈妈 也幸好他们的叫唤 才成功吸引到我的注意 冬天的气温非常低 小奶狗随时有可能 在这里失去生命 我的家并不算太远 在发现小奶狗后 赶紧招呼家人 拿来了纸箱子 还有护理店 将小奶狗全都捡出来 潮湿阴冷的草堆 会让小狗冻感冒 甚至冻死掉 需要尽快将它们 带回家救助 想看你笑 想和你闹 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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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止着你乱跑 我在周围找了一圈 确保没有其他的小奶狗爬出来 幸好 我多找了一会 一条小奶狗已经爬得比较远 被我发现了 正蜷缩在草堆里 冻得瑟瑟发抖 它的身体被草卡住了 无法动弹 如果没有发现它 它一定活不下去 小家伙本想靠自己 逃出一条生路 求生的欲望让它爆发出 难以想象的潜力 小奶狗成功被我救出来 和它的兄弟们放在一起 我数了一下 一共有七条小奶狗 可能是狗主人觉得生了太多 无法喂养就全部扔到野外 让它们自生自灭了 这一片是乡村的玉米地 如果不是来这里干活 还真不好发现它们 农村养狗的很多 对新生的小狗都不稀罕 送人也没人要 只好将它们遗弃了 这真是造孽 它们都是鲜活的生命啊 生命怎么可以这样被践踏 很不幸 四只小奶狗带回家后不久就死掉了 它们被扔在野外 有一段时间了 寒冷的天气让它们难以承受 而另外三条小狗顽强地活了下来 它们恢复得很好 怕它们冷到 给它们的窝里放了热水袋 这样它们可以睡得很舒服 小奶狗的食量很大 每隔几个小时就起来叫唤 于是我不得不半夜起来给它们泡奶 直到喂饱了 它们才会安稳睡觉 小奶狗长得很快 也很健康 几个星期后 它们可以自己到处玩耍了 它们很喜欢在垫子上爬来爬去 这是它们长大的地方 它们对这里特别依赖 这条小白狗需要特殊的照顾 它比兄弟们长得都瘦小 我现在还得每天给它泡奶喝 以保证它的营养 幸运的是 它们最终都长得非常好 兄弟三个很有爱 互相照顾对方 它们很少打架 现在它们重新拥有了自己的狗生 它们长大了 已经忘记了曾经被遗弃的痛苦 还有另外四只没有活过来的兄弟 希望世上所有的动物 都能得到人类的善待 不要再有遗弃动物的事情发生了 它们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 不要让人类成为地球的孤儿 你别把我丢了 风很大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路很黑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风很大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当我长大了给你一个家